精神不济千万不要上路 彰化有一名女子深夜开车 行经园林时事的时候 疑似是晃神 擦撞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客车 而且完全都没有停下来 继续往前开 但是车子的底盘零件沿路的掉落 摩擦地面起火成了风火轮 直到车子冒烟 女子才赶快的下车逃命 路人见状也帮忙灭火 监视器画面拍下 银色小轿车车子除了前面两个头灯 怎么底盘还不断发光 竟然是底盘冒出火花 零件摩擦路面 火越烧越旺 驾驶却完全没有反应 继续往前开 直到车子冒烟 驾驶受不了才开车门 下车逃命 就怕火势烧起来 附近民众赶紧拿出灭火器 帮忙灭火 消防人员也随后赶到现场 扑灭火势 车子底盘怎么会起火 原来女驾驶造势逃逸 但姓男子的车停在路边 坐在驾驶座等候家人 却突然被撞 顿时头昏眼花 肩颈受伤 原来47岁的黄姓女子 2号深夜开车 行经园林中正路左转时 疑似晃神 先插撞路边一辆白色小轿车 但女驾驶没有停车 继续往前开 撞击造成了零件掉落 底盘不断和地面摩擦 成了移动风火轮 一公里之后才停了下来 我车子有起火还是怎么样吗 车子有什么状况吗 这后来就好像开得不顺 开得不顺 我不知道有起火 后来就慢慢冒烟 是喔 有冒烟我不知道有起火 是有路人很方便说有起火 警方了解黄女疑似精神不佳 导致插撞路边停车 肇事逃逸的女驾驶 疑似因为生病吃药 精神恍惚酿货 警方训后依公共威胁 以及过失伤害罪嫌 将她移送法办 记者林一峰 彰化报道